男人透过地牢里的缝隙发现 惨无人道的鬼子大佐竟咔嚓一些砍断牢房的锁链 将所有的美国战俘当场释放 接着小手一挥 施以高粗的哨兵停止射击 最后大佐迅速跑到地牢跟前 朝着手腕粗的铁链 不吃就是一刀 往后也嘖嘖一先打开井盖 控制里面的男人赶紧逃命 然而男人似乎早就会料到发生什么事 抬起头一脸淡定的说道 别费劲了 我在这里才更安全 花音刚落 一架美军B-29轰炸机 就哐吃哐吃飞到广岛上空 这些投下了一枚叫小男孩的原子弹 鬼子军官们见状 麻溜的脱掉上衣 赶在原子弹爆炸前抽出鞋差 扑斥一刀捅进自己的杜劳阿巴里 眼瞅着长官一个个倒地狗屁 大佐顿时下完不了 但作为一名合格的帝国小兵 还是咬解后曹牙 打算跟上长官的步伐 谁知刚举出鞋差 原子弹就碰的一声瞬间爆炸 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 广岛上空顿时升起了一朵 巨大且哇塞的蘑菇云 与此同时 凹炸产生的冲击波 震以每秒88.88m的速度 向四周扩散 一眨眼的功夫 便冲到了大佐的眼睛前 千军一发之际 地牢里的狼鼠突然抓住 大佐的手腕子 一如力气将其扔进地牢 王二自己迅速跳了进去 然而没来得及喘口气 巨大的火车就顺着井口席卷而来 狼鼠见状 立刻举起一块钢板 将大佐压在身下 利用自己的身体隔绝将近 一千万度的烈焰 三个点后 硝烟逐渐散去 可当大佐掀开钢板一看 顿时被眼前的景象 吓得哑妈呆住了 只见狼鼠浑身上下 被烧到体无完肤 但两秒钟后 伤口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恢复 大佐吓懵逼了 以为这四个怪物呢 于是哆嗦地站起身 准备爬出地牢 没曾想 却被狼鼠像抓小鸡仔的 这一把按住 果然狼鼠的嘴 如同他妈开了光似的 日本竞争在三天后 遭受了第二枚原子弹的洗礼 就这么是 俩人在地牢中待了九天 直到日本宣布投降 才顺着铁链爬出深井 眼瞅着自己的家乡 已经被移为平地 大佐顿时激动地讲不出话 他太高兴了 一黄眼四十年过去了 曾经年轻的大佐 早已变成七十的老头 仿在病床奄也一息 这时他突然回想起 四十年前狼鼠伤口自愈的场景 于是立刻已想要在临死前 当面感谢救命恩人的名义 将狼鼠接到日本 而当大佐看到狼鼠的脸 果然跟四十年前一毛一样 顿时就产生了 提取狼鼠体内的自愈因子 帮自己延长寿命的邪恶相法 可他知道狼鼠警惕性特高 贸然接近 直接会引起怀疑 于是便让自己的贴身女医生 研制了一种 可以抑制自愈因子的水质 就是马条 网号趁着狼鼠睡觉的功夫 将马条偷抹直入他的体内 如此一来 狼鼠的身体机能和自愈能力 就会大幅下降 接着大佐假装一命耿屁 邀请他参加自己的葬礼 并安排手下为人生超度的僧人 让他们趁着狼鼠上前悼念时 将其活捉 然而葬礼刚开始 狼鼠就敏锐地察觉到不太对劲 果然 当他气势汹汹地靠近眼不前的僧人时 对方立马有力气揍开僧袍 掏出鲜弹枪 这听 狼鼠的肚子被当场击穿 然而就在他强忍着剧痛准备撩眼时 却看到不远处有一名受伤的老妹 于是狼鼠来不及思考 拉着老妹迅速撩眼 可随着狼鼠身上的伤口流血越来越多 他逐渐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老妹健壮 只好将狼鼠带回到自己家里 让他好好养伤 就这样 在老妹的悉心照料下 狼鼠的身体逐渐好转 可还没来得及表示感谢 两名小喀拉蜜再次找上门将老妹掳走 眼瞅着老妹马上就被带上喀喀车 狼鼠只好突的亮出利爪 逼迫刚刚被甩飞的小喀了蜜 说出他们的老巢 殊不知 这却正好中了别毒的大佐设下的套 因为大佐知道狼鼠是一个见死必救的人 所以只要耍住老妹 狼鼠必须想方设法赶来营救 到时大佐就可以利用女医生研制的新型毒药 将狼鼠彻底干服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狼鼠却并没有第一时间找上门 而是闯入了一家医院 想办法恢复自语能力 只见他藏在床上操控CT机进行全身扫描 很快就发现自己心脏上吸附着一只马条 于是狼鼠强忍剧痛 用钢爪划了开自己的大胸坎子 王后耳徒手伸进体内 硬生生的把马条薅了出来 而随着狼鼠的自愈能力完全恢复 他骑上了心眼的小摩托 呜呜的朝着敌人的老巢赶去 谁知狼鼠刚找到被绑架的老妹 就看到一直陪伴着大佐身边的女医生 露出了极为恐怖的一幕 只见他撕拉一下撕掉自己的衣领 用指甲在脸上划一道口子 王后耳顺着缝隙撕拉一拽 脸上的皮肤瞬间跟蛇皮一样被折浪地撕开 紧接揪住自己的后背 连同头皮一起扯了下来 迅速赶到狼鼠跟前 不过这个喷出一口老痰 趁着狼鼠睁不开眼的功夫劲 抄起一旁的铁罐 砰的鞋将其晒飞40来米远 与此同时 一个两米高的银甲战士突然冲出 举起40米长的大砍刀直逼狼鼠面门 虽然狼鼠及时用钢爪抵挡住了刀刃 但银甲战士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 狼鼠很快就招架不住 就在这时 银甲战士唰地抽出身后的熔岩猎刀 噗哧一些砍断狼鼠左手的钢爪 往后耳乘撑成追击 奋力朝狼鼠的右手砍去 千军一发之间 狼鼠一个翻滚迅速躲开 凭借着S型灵活走位绕到银甲战士身后 在下坠的过程中 银甲战士刮呆一下撞碎的墙体 狼鼠来不及反应 静止滚出大楼 但好在他及时将右手的钢爪插进墙里 还没能掉入万丈深渊 然而就在狼鼠用尽全身力气 即将爬进大楼时 银甲战士却突然起身 啪地砍断狼鼠的另一只钢爪 紧接着死死抓住狼鼠的手腕子 启动银甲向着三根空心电钻 嘶嘶嘶地钻进狼鼠断裂的钢爪里 以此来提取狼鼠体内的自愈因子 而直到这时狼鼠才发现 包控银甲的人 竟是自己四十年前 从二战战场上救来的大佐 原来之前一切都是大佐社的局 这个老别独队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狼鼠的自愈基因 延长自己的寿命 而随了狼鼠体内的自愈因子 被不断抽取 大佐的脸很快便回到了三十岁的模样 反观狼鼠的脸上皱纹越来越多 神情变得越来越憔悴 眼看着狼鼠马上嗝屁 老妹突然手握被砍断的钢爪 出现在银甲战士身后 二话不说 朝大佐的脖梗 那不出吃就是一刀 狼鼠见状 艰难的站起身 使出吃奶奶的劲 将这个忘恩负义的 扁楼子推下万丈深渊 解决完大佐 狼鼠找到了那个会吐年痰的娘们 只见他把缆绳套在女人脖梗上 用力一拉 女人顿时就被吊在电梯井内 而随着电梯快速下降 女人空洞一下 直接当场嗝屁 经此一事 狼鼠算是彻底看清了 他们日本人丑恶的嘴脸 当初就不该救你 凑他妈白眼了 呸 死去吧你 嘿嘿嘿